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一届举行的澳门娱乐展 你觉得这个展览有什么特色呢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好 因为这是澳门本地的厂商组织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娱乐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开创意义的一件事情 很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 看这么多的厂商来展览 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世界 我们的观众对澳门理工学院在博彩研究和教学方面没有太大的认知 您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们一点呢 澳门理工学院是一个公立的 多学科的一个实用性的一个大学 那我们的校训叫做中西融通这个库专监监善 现在理工学院有240多名教职员 有60多名专职的培训员 学生呢大概是在校的这个学位的学生是3000多人 那还有一些非学位的学生呢 有一年能够评训1万多人 这样的一个 我们澳门理工学院现在下面有设了六个学校 那这六个学校就相当于大学里的那个学院啊系啊 那这就包括了一个叫公共行政管理学校 一个语言翻译学校 一个体育学校 还有个艺术学校 还有一个工商管理学校 像一个六个学校 那除了这六个学校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研究所 比如说这个中西文化研究所 什么社会经济研究所 这研究所承担了一些研究的功能 那我们这个博彩研究中心 那博彩教学级研究中心呢 其实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这个 我们其实有三个功能 一个是研究的功能 研究博彩 作为一个这个研究课题去研究它 还有一个教学功能 那我们有一个班 有一个学位 就是叫我们叫社会科学学位 是一个博彩于娱乐管理的 这样的一个学位班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培训部门 那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的 像Tiller一些培训 一些语言的培训 一些在赌场里边 这些礼仪的这样的一些培训 我们主要是这样的一些 理工学院 什么时候成立了博彩教学纪研究中心 你们提供了什么相关的培训呢 其实呢这个培训的 我们现在叫博彩教学与研究中心 它的前身是叫旅游与博彩职业中心 是2003年成立的 当时呢是跟旅游学院合作 共同成立的 是政府的一个项目组 但到了2009年的时候 这个中心就分开了 那这个关于博彩这一部分呢 就并到理工学院来了 那旅游跟旅游那一部分的培训 就并到旅游学院 那并到2009年并到这个 旅工学院以后 我们就成立了个博彩教学研究中心 从了保留了过去的培训这一块以外 又加上了一个研究的功能 又加上了一个学位的学位的课程 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加强对博彩的一些研究 一些教学 因为那过去的时候 这个我们仅仅是个培训中心 培训地略很多 那现在呢 你澳门这个博彩发展起来了 它需要一些高层次的人才 就要对这个博彩的一些现象 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那所以当时就成立了这样 这样一个中心成立以后 我们就开始招收社会科学的一个学士学位 王教授 我们澳门的六个博彩牌照专营权 将于2020到2022年到期 你之前发表过的博彩法律研究论文 你对将来的博彩专营权有什么见解呢 还有2020年跟2022年 这个这六个主牌就相继的到期了 那相继到期以后再怎么办 那法规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要按照历史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重新进普主牌 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是澳博之前 是另外一个公司 那澳博以后就接管了 2001年以后就有六个公司在澳门运 那当时呢就是一个重新进购赌牌 那2020到2022年以后 这个这些赌牌到期了 是不是在重新进购 这个东西都说不准 我自己认为呢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可能性 一个就是说 这六个六个公司继续的 这个继续经营下去 不加不减就六个公司继续经营 然后呢就是在现在这个公司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两个赌牌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完全放开 就是说就没有这个赌牌数量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所有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条件 都可以在澳门这个开赌场 这也是一个可能 但是这三种可能性 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完全放开的 我觉得一个行业有竞争才有发展才有创新 你要是仅仅如果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现在可能可以 可能过几年 创新的势头就减低了 对我们的发展我觉得是不利的 但是从这个实际的操作来看 很有可能是维持现状 或者是在维持现状之上加上一两块的另外的这个主牌引进另外的公司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反而更大一点 完全的放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对于国际媒体批评归宾听战了在澳门娱乐场的主导地位 也有人说这些中介人威胁到澳门的赌场的诚信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并且将博彩经营者跟玩家的关系拉近 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见解呢 我觉得澳门这个贵宾听的这个经营 澳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形成有一定的历史的背景的 那给澳门的博彩收入贡献了70%左右的 甚至70%以上的博彩收入 我觉得它这个贵宾听的经营 对澳门博彩的贡献非常大 但是有人说它有一个不透明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说的也对 因为它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在 都有一个公开 这样的长久的下去呢 这个国际的媒体会有些质疑 比如说有的人质疑这个贵宾听有洗钱啊 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犯罪的一些现象啊 但是呢这东西也都是猜的 并没有一些真评实距在里面 所以我对于有些说法 我自己是表示怀疑的 像这种所谓洗黑钱这种说法 我自己觉得洗黑钱的可能性是有 但是规模也许不那么大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要拉开很多了 我就是不想说太多 我自己怀疑 我觉得小规模的这个洗钱一定是有的 但是大规模的洗钱 我是有的 但是呢在贵宾厅 确实是需要加强监管 怎么样这个更加公开化一点 怎么样这个 我们现在呢只是中介人的 要有一个要拿执照 对于中介人的这个监管的力度 可能还稍微 王教授到目前为止啊 澳门博彩教学技研究中心 有没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研究呢 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呢 有不同的人员组成的 那我们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有些人呢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国财问题 有些是从管理方面 我呢是从这个法律跟这个监管这方面去研究国财 那我们不同的研究团队会出一些不同的研究成果 我们同时呢也跟其他的院校的这个网绍和合作进行 就我自己这方面来说呢 我最近出版了两本书 一个是澳门国财法律制度 那这本书呢就是关于澳门国财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材 那过去在澳门呢从来没有一个澳门国财法律制度的一个教科书 那现在呢基本上我这本书出来以后 我觉得这方面的 基本上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书做教材 对于法学院的学生啊 还是公传管理的学生啊都还是有这个用途 然后呢我还有一本书是这个澳门国财立法研究 就关于在立法过程中遇到一些热点的问题 重点的问题 那就是我的一些讨论有些评论 这是我自己这方面的 其他的方面呢 那比如说有研究国财社会效应的啊 研究国财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啊 从这个战略管理啊这方面去 好谢谢你王教授 谢谢 那我们在下期的MGS TV再见 好